百年树木, 长青成任 生生不息, 威责市民 由十九世纪的民间慈善组织开始 发展成为今日全港最具规模的慈善机构 东华三远就好像这棵大树 百多年来, 无论经历多少风雨 仍然陪伴香港绝壮成长, 守护每一位市民 回顾超过百年慈善事业的开端 就要从广复议词开始讲起 广复议词原本用在安奉吓死香港的先令 后来, 以接触变成露宿者 贫困病人泥流的集中地 环境十分恶劣 构成严重公众卫生问题 这个情况突显当时缺乏针对华人的医疗服务 一群热心公益的华人领袖有见及此 提议集资在议词附近兴建中医医院 赠医施药 满足当时贫困华人对中医药的需求 终于在1870年, 在当时政府支持下 香港第一间中医医院, 东华医院正式成立 之后广华医院及东华东院也相继落成 并在1931年统一管理, 合称东华三院 自此东华三院持续发展, 服务范畴逸广 涵盖生、老、病、死, 各项人生阶段需要的服务 成为今日香港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 为市民提供全面及多元化的医疗 教育, 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 东华三院, 陈医师爷对我和家人都无眉不至 我好感谢东华三院 自1870年起, 东华医院, 广华医院, 东华东院相继落成 投入服务 在1931年统一由一个董事局管理, 合称东华三院 在医疗方面作长远规划及发展 随后, 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 和东华三院冯瑶经医院也陆续成立 上世纪90年代初, 东华三院 已于广华医院手创妇女健康普查服务 随后更拓展至广道区 本院在千禧年初, 亦开始多间中医临床教研中心 并和本地大学合作科研计划 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和科学化 传承中医临床经验和医术 东华三院紧贴社会发展 由郑医施药的传统中医院 发展至今, 共有超过40个医疗卫生服务单位 其中包括五间医院 提供约2,800张病床 并继续为药细社群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每年受惠人数约有70万人次 同时还提供中西医疗服务 健康普查 福康 牙科等多元服务 以及自行研发的保健产品等 配合政府发展中医药的政策 东华三院近年一方面领先发展中西医药结合治疗 另一方面, 积极培育本地中医药人才 加强学术交流 并拓展中医流动诊所 扩展中医外展服务 开设社区中医诊所 中央签药中心等各种项目 为市民提供可负担的专业医疗服务 同时透过开办东华三院北角医疗中心 电脑掃描中心 内视镜中心 综合服康中心 牙科中心 血液透色中心 社区药房等 引入先进技术及设备 为市民提供更多适切及斩新的医疗选择及服务 学校不单只教授我们书本上的知识 更加给我们有课堂演案的见识和体验 发展潜能 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我将来都要贡献社会 传承东华三院的慈善精神 东华三院的办学历史 由1880年的文武庙二学开始 当时香港的华人儿童失学情况严重 在东华医院董事局及华人视身的支持及推动下 文武庙及街坊 让出庙旁的中华书院 作为东华三院二学的孝子 文武庙二学 也写下香港教育史重要的一页 开创平民教育的先河 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东华三院着手开办正规的中小学 其后亦开设幼稚园及特殊学校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东华三院一直秉持有教无虑精神 确守勤劍中信的校分 开办各类型学校 让社会不同阶层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东华三院是本港具规模的办学团体之一 设立了约六十个教育单位 包括幼稚园 小学 中学 特殊教育学校 专上学院及教育中心 学生人数超过二万七千名 为香港作育英才 为了学生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都有全面发展 东华三院着重推行全人教育 重视为学生提供丰富学习经历 积极推动德育課程 国家安全教育 培养学生发展良好品格 正面的态度和价值观 鼓励学生实践关怀社会的精神 及培养国民身份认同 活出积极人生 东华三院每年举办不同的主题式外访 和交流学习项目 由于海内外学校 缔结为姊妹学校 并与内地大专院后建交结盟 教求学生的见识 和日后升学的机会 东华三院还设立多项奖学金计划 资助学生在本地、内地或者海外升学 同时亦拨款支持学校举办多元化的课外活动 并设有多项基金及活动奖学金 鼓励学生参加体艺活动 社会服务及交流活动 另外每个学生的潜质、才能、喜好各有不同 东华三院致力为有不同学习需要的同学 提供各类有效而适切的支援 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十年树目、百年树人 东华三院致力为香港培养人才 任重道远 我是东华三院上班 大家都赞我 我好开心 年龄债财富 东华三院让我体会到老有所用 继续活出精彩人生 十九世纪末 东华三院已逐步开展赈灾、司冠赈廉、义葬及原植归藏等工作 举范有天灾、人祸、战乱 东华三院必定出钱出力、振制灾民 救济范围、广及本地和世界各地华人 早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东华三院已发展出正规和系统化的社会服务 至今,东华三院的社会服务已经十分全面 共有超过二百四十个社会服务单位 为家庭、儿童、青少年、长者、残疾人士提供多元服务 每年服务使用者约五十万人 安老服务方面 东华三院为长者提供社区支援及院社服务 照顾他们各方面的需要 让他们安享负尊严及愉快的生活 我们亦勇于破旧立新 鼓励长者积极面对人生最后阶段 协助长者预早安排善中计划 并为无医的独居长者提供后市支援服务 对于有需要的儿童、青少年 及家庭 东华三院提供适切的照顾、辅导及发展机会 提供从幼儿到成人的全人发展服务与支援 面对有成人问题的人士 我们亦有专业辅导服务 协助他们重建生活 残疾人士则需要我们识心的照顾 所以东华三院为他们提供持续及全面的福康训练和服务 为他们的家庭成员提供辅导 并同时推展社区教育 帮助残疾人士融入社群 推动商建共融 为帮助约细社群致力更生 东华三院开办不同类别的社会企业 让约细社群获得各种培训及就业机会 各展所长 安文武庙参拜多年 祈求一家平安 善友善报 每年东华三院举办的抽策我都有参加 体验传统文化 东华三院致力提供高质素公共服务 满足市民对传统制制 文化 宾宾服务及脸座设施的需要 现时 公共服务部主要提供三大类服务 分别为宾宾和脸座服务 妙宇和制制服务 及传统文化服务 合共管理24个服务项目 本院每年殡仪及海藏服务的个案 逾一万八千宗 而到访庙宇及文化单位人次 逾一百四十万 服务所得收入 均作东华三院慈善用途 发扬于传统于慈善的宗旨 为进一步在社区推广制制文化及传统习族 东华三院近年积极在庙治服务 引入创新及现代化的元素 将传统文化及生活文创结合 令更多社区人士 尤其年轻一辈 体验及参与文化的成全 我很骄傲和人们来说 我是东华三院的员工 稳健的根基 完善的管理 才能令东华三院绝壮成长 作为香港慈善事业史上 首个具备西方法理基础的华人慈善组织 同时由政府官员 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 东华三院前任董事局成员组成的顾问局 也就东华三院及有关管理的关键事宜 向董事局提供意见 行政架架方面 由行政总监掌管行政运作 下设十一科及一办公室 由各主管协助管理服务及慈善事业 确切履行机构的事名、目标及政策 诚信为慈善机构资本 东华三院因而定立严谨的财务守则 树立连结、正直的形象 实行公平、公正的管理制度 过去三十多年 东华三院一直与香港廉政公署紧密合作 改善防贪措施 并优化东华三院及服务单位的工作程序 确保善款收入、用得其所 东华三院广立现财 工作团队超过一万八千人 我们积极为员工提供多元化培训 以及发展机会 促进跨部门协作 致力培养关顾员工的机构文化 建立高效专业的团队 推动机构持续发展 资讯科技日新月二 东华三院紧贴时代密博 积极开发适切的资讯科技系统及程式 支援各服务单位的发展 早至九十年代初 东华三院在医疗资讯系统发展上 经已却有成效 在2001年开发本院中医医疗资讯系统 亦无私赠与香港医管局 及其他慈善机构使用 促进业界的服务发展 协助更多有需要的市民 至今东华三院已推出超过六十项 不同的资讯科技服务系统 涵盖医疗 教育 社会服务 及内部行政管理等范畴 同时得到发展局空间数据办事处的支持 本院透过营运地理空间实验室 在社区推动空间数据共享平台的发展 机构多年来的努力和成就 备受肯定 在不同范畴上 均获颁受多个重要奖行 展现社会各界 对东华三院善业的认同及支持 东华三院坚持推行及拓展各项服务 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因此每年举办多项筹款活动及募捐计划 及立更多善长的支持及捐款 实践服务社会的承诺 在疫症期间 东华三院凝聚社会力量 向社会提供适次及有效的支援 在东华三院举办过的筹务活动之中 最为人熟悉的 相信是长售电视筹款晚会 欢乐门东华 为善最乐福有由贵 东华三院首创 欢乐门东华 是香港最长售的电视筹款节目 深得广大市民的支持 善款数字屡藏甚高 贵责社群 此外还举办卖期日 慈善粤剧晚会 周年慈善晚宴等筹款活动 及推展多项捐助计划 让善长能够透过不同途径 勇约捐书 各项筹务活动的直接开支 以获董事稿及冠名赞助人全数赞助 不会从公众善款中扣除行政费用 善款全数勃用于东华三院的服务 令市民捐赠的每分每毫 发挥最大效用 东华三院是见证着香港历史的发展 而且一直以来它是担当着文物保育先导者 及守护者的角色 也都肩负起文化成全 及推广的责任 东华三院作为历史最悠久 和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 其独特历史反映香港发展历程 也都刻画出东华三院 联系世界华人的特殊角色 多年来 本院致力保存、整理和研究机构历史 历年来 东华三院也因应不同的需要 修复核下的历史建筑 保育建筑文物 早在1970年 东华三院为庆祝成立100周年 将旧广华医院大堂 辟为东华三院文物馆 在1993年开放给市民参观 2010年 东华三院成立档案及历史文化办公室 负责管理东华三院文物馆 及东华三院何超下档案及文物中心 推广文物保育工作 及提供文化服务 致力保护、开发 及分享东华三院的历史文化 为了多方面开展全城工作 东华三院先后举办多项 重要的文物保育计划 及公众教育项目 并推出东华三院档案 及历史文化办公室新网站 与另一网站珍藏、分享 东华三院文物馆档案 一起与公众分享 本院的历史文化资源 东华三院也有举办 与历史有关的大型专题展览及广座 让大众进一步了解本院 在香港历史及慈善事业上担当的角色 东华三院致力推广文化保育 举办东华三院学生文物保护大事计划 同时组织属校师生参加本地考察 海外参访 文物修复等各学活动 将历史文化及慈善精神 传承给下一代 东华三院继续与时并进 开创多元而优质的服务 令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 医疗服务方面 东华三院会继续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推动医院服务发展 优化医疗设施 提升诊断及医疗服务质素 托展综合复康服务 又成立新型医疗中心 社区药房 加强专科服务 乳癌西检服务 大腸癌西茶服务 及牙科服务等 又会继续安排高效流感疫苗注射 及积极向市民推广 预防性于治疗的健康信息 为进一步拓展社区中医服务 本院会继续培训中医人才 扩充中医流动诊所车队 推动中医药的长远发展 也会继续推动及支持 广华医院重建计划 教育方面 东华三院将会致力提升教育服务水平 属下超过30间幼稚园及幼儿院 均以参与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计划 提供更优质的幼儿教育 多间新校舍也相继落成 营造全人发展的校园 又会进行多项校舍 及设施优化与更新工程 为学生提供优良学校环境 并会运用高薪科技 积极提升教学硬件及支援 有助激发学生潜能 加强教学成效 另外,东华学院也继续发展更多新课程 以配合社会的发展需要 我们将会继续举办不同主题 多元化的学生参访交流项目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也会资助学生到境外升学 阔阔眼界 社会服务方面 东华三院会继续支援不同人士的需要 加强全方位服务 为年轻长者、青少年、家长等不同群体 提供适切斩新的服务 也继续引入创意科技 更切合服务使用者的需求 提升服务成效 东华三院也积极善用艺术 运动等媒介 促进残障人士的复康成效 鼓励不同能力人士 互相协作 彼此欣赏 推动共用 东华三院会继续发展社会创新服务 以应对社会问题 兴建及营运由房屋局资助的过渡性房屋项目 舒缓基层市民的住屋压力 攜手构建更融和美好的社会 一如以往 东华三院会继续举办不同的筹务项目 加添新元素和概念 凝聚广大市民的爱心和善心 为各个服务项目筹务善款 善业丰谋 复杂社群 东华三院这棵百年大树 扎根一方土地 造福千家万户 无论未来如何变迁 东华三院会继续坚守信念 咎病请毅 安劳复康 兴学育才 扶幽杜青 迎向未来 东华三院会继续以社会福祉为依贵 凝聚广大市民的爱心及善心 一同攜手帮助弱势社群 东华三院借根香港逾154年 我心感荣向能够成为新一届主席 并希望带领董事局及本院团队 加倍发挥我们的创新与干境 同心协力服务香港 延续东华三院无私关爱的慈善精神 请大家继续支持东华三院 让我们和聪共济 共建幸福香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